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星期日早上第一節有一宗正能量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美國政界現在一沉百踩 但世事往往都會有例外 其中一個就是墨西哥總統歐布拉多 昨天社交平台Facebook和Twitter宣布 要將特朗普總統的帳號封鎖 歐布拉多總統很快發表了一則聲明回應 他說他不喜歡有人被言論審查 或者被剝奪在Twitter或Facebook上發表文章的權利 他不同意這個做法 也認為不能接受 社交平台不應該像一個異端裁判所一樣 因為覺得某個人的言論有害而加以懲罰 他說這應該是政府處理的事 而不應該是一家私人機構來裁決 實情歐布拉多總統這番說話說得非常好 雖然說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平淡 他只是說一些公道說話 但世事往往就是這麼奇怪 願意說公道說話的人不是很多 歐布拉多總統就是其中一個 所以在這麼艱難的時刻 他仍然願意仗義執言 我認為這位仁兄真的值得民眾的掌聲 除此之外 歐布拉多總統也是拒絕有部分人士硬闖 美國國會山莊的示威活動 他說一向都不會干預其他國家的事務 只會對於在事件當中失去的生命表示遺憾 這些完全就是公道說話 他既沒有支持 亦沒有反對民眾所作出的行為 他純粹只是就這件事當中失去的生命表示遺憾 這些就是儒家所說的那種中和之道 歐布拉多總統就是做到了 其實他講得很好 他是很得體的 不會在這裡發貌地譴責這個 他沒有做這些事情 反而從他的談話當中 還展現得出一種人民關懷 他真的以人為本 我現在不是說 因為歐布拉多總統願意幫特朗普總統發聲 於是就拆他的鞋 不是這個意思 純粹就這件事 我認為他是講得中肯 他是講得中節 就不是說他做所有的事我都支持他 逐單來都去計 在這次事件當中 歐布拉多總統就是講得很好 說半句公道說話真的這麼難嗎 事實上真的這麼難 在政界裡面 所以落井下石就容易 雪中送炭就困難 歐布拉多總統就做到這一點了 老實說 作為一國的元首 一般的做法 明知道你特朗普總統的任期都只剩下十幾天的時間 還需要給你面子 當然是去巴結那個新任的總統 然後謀求兩國可以在往後的四年繼續緊密合作下去 謀求本國乃至本人的利益才是正路 反而歐布拉多總統又不是 他在這件事上純粹是為公義發聲 就算你任期還有多少天都好 有那句他就說那句 也不會因為你拜登準備要上台 於是托定你大腳 大家試想一下 麥西哥就在美國下面 他仍然是不買拜登的帳 他就曾經公開這樣說過 說在1月20日拜登正式宣誓就任美國總統之前 他都不會向拜登說半句祝賀說話 這些就是吉士 就是勇氣 老實說 就算他去跟拜登扮朋友 也都是無可口非 但是他堅持不肯這樣做 這件事已經是值得民眾的欣賞 除此之外 特朗普總統在四年前競選的時候 就曾經公開這樣承諾 說他一旦上任成為美國總統 就會在美麥邊境的樹下捉起高牆 防止那些偷渡客從麥西哥的邊境 進入美國的境內 後來他就真的說得出 做得到 他真的跑去起 照計你作為麥西哥總統 就應該很生氣才是 但是歐布拉多就真的做到一點了 是其是非其非 那件事是這樣的時候 他就不會因為以前特朗普做過某些行為 在感覺上 不是很避免麥西哥 從而因為情緒主導 而去唱衰特朗普 他沒有這樣做 反而來說 在2018年歐布拉多上台做總統之後 還能夠跟加拿大美國 一起談到美麥加協議 從而促進得到三個國家之間的貿易關係 這種就是作為政治家的氣量 以往就算人家怎樣對待你的國家都好 他看到特朗普現在這個處境 他都沒有說要專程再踩多一腳 或者怎樣 這一種就是好東西 還有就是 他也會對於特朗普現時的處境感同身受 為什麼呢 因為在2005年的時候 歐布拉多曾經辭去墨西哥城市長職位 來參選06年那屆的墨西哥總統選舉 結果他就以Semi的票數 即是大約0.5% 就輸了給他的主要對手 隨後他就宣稱選舉出現了舞弊的行為 於是就拒絕接受選舉結果 在隨後幾個月領導人民 在這個首都上進行了抗議的活動 後來他就在2018年那時候 捲土重來就職了墨西哥總統 當然他就會對於選舉方面出現的一些違規行為 是特別有感受的 我相信會是這樣 所以在這段時間 仲然特朗普面對著很大的困境也好 他都願意為公義發聲 所以這個人真是難得 除此之外 歐布拉多總統在上星期也宣佈了 會找外交部執行相關的程序 他要求英國政府釋放阿桑奇 並且願意為阿桑奇提供政治庇護 阿桑奇是什麼人 就是遺跡解密的創辦人 一旦阿桑奇放回到墨西哥的時候 相信又會有一番景象 到底他還有沒有什麼資料未曾爆出來 而又相當令人震驚的 我相信會是有的 因為他的資料全部都是關美國政客的 再加上現在拜登被稱為奧巴馬2.0 拜登現在提名的內閣成員 很多都是奧巴馬時代的舊電池 一旦阿桑奇放回出來的時候 他肯定有很多資料在手 到其時拜登方面會很投行 當然放不放也是一回事 未必會放他 反之我們再看看 有人是雪中送炭 有人是落井下石 其中一個就是德國肥婆馬克爾 他就說 示威者衝擊國會大樓 令人感到憤怒和無奈 他就斥責特朗普要為這件事負責 實情默克爾是關你什麼事 你又加把嘴下去 然後杜魯多還好笑 他就說 特朗普是煽動那些示威者去衝擊 你哪一隻眼看到哪一隻耳耳聽到 杜魯多 這兩位他們所說的評論 難免會令人聯想到 究竟是否跟他們 以及特朗普之間的嚴規有關 因為特朗普高舉美國優 所以說 你德國給的軍費 在北約的平均數都比較低 於是乎要從德國撤軍去波蘭 是不是跟這些事 是不是特朗普跟你不咬嚴 於是乎你說這些評論 杜魯多就更加知道 之前也有些資料爆出來 特朗普一向 都是覺得 看杜魯多不太順眼那隻 曾經有些消息是這樣說過 到底是不是跟這些事 你沒理由說這些話 是不是 墨西哥總統都知道什麼事 你怎麼會不知道什麼事 大家接論 是不是 好了 至於 除了德國和加拿大以外 我又再想說一個國家的反應 這個就是俄羅斯 實情 美國的民主黨很喜歡什麼 都把俄羅斯當作假想敵 這件事其實特朗普都曾經公開批評過 事實上究竟哪一個才是他主要的對手 似乎民主黨都仍然覺得是俄羅斯 到底俄羅斯對於國會大樓出現的激烈示威活動 有什麼回應呢 俄羅斯外交部就說 華盛頓發生的事就是美國內部事務 同時他們又說要再次提醒注意這個事實 就是美國的選舉制度不符合現代的民主標準 為了無數次的侵權行為 創造了機會 而美國的媒體也成為了政治鬥爭的工具 這是目前美國觀察到的社會分化的主要原因 俄羅斯就希望有好的美國人民 有尊嚴地生活在自己歷史上這個戲劇性的時刻 就是俄羅斯外交部的說法 當然你說他有沒有當中有些偏頗 肯定有 但是他說的話 又有沒有錯呢 似乎又沒有錯 你說符不符合現代的民主標準 我覺得都符合 如果你是確切地執行得到的時候 確保得到是沒有任何的選舉違規行為的時候 那到底現在是不是這樣發生呢 顯然大家就心知肚明了 所以俄羅斯就有這個評論 當然俄羅斯本身又問不問 這就另一回事 但他評論這件事 我覺得都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不過他們作出這個評論 就難免令人感覺到 這個就是有些死亡之民的意味 因為你說這些公道說話 肯定就會被人咬 就說你不是通俄 肯定有些人出來說這些廢話 事實上通俄就已經證實了是子虛烏有 不用再說了 另外有一件事想和大家說的就是 特朗普總統有些群組在MIV開了 如果大家是沒有MIV的話 其實都可以開一個賬號 是不用錢免費的 如果去MIV那裏有多些東西看 那就去那裏看 就不需要留戀在Facebook這個平台 只不過平台就是作為一個溝通的媒介 最重要就是一些真實 有些有養份的資訊看得到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